陳恒鑌議員 多謝主席 在市面上已經有不少私人回收的公司 在政府鼓勵之下去參與廚餘的回收 目前食肆、酒店都在付錢 這些回收商去幫他們回收廚餘的 在建了這些回收資源中心之後 在運作上其實政府就付錢 這些回收資源中心 去幫市面上的食肆、酒樓等等 去免費去幫他們收這些廚餘 現在的回收商就要食肆付錢去幫他們收 將來政府就免費幫他們收 變相其實私人回收箱就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不能做的了 日後政府在運作上面 或者在整個制度的設計上面 怎樣去避免與民真理 令到私人回收商都有生存的空間呢 歐先生解釋一下我們現在怎樣籌備將來這些問題 歐先生 主席 或者說一下這個現時做法 現時做法基本上都是私人的商場機構 就是它用自己的半頭或者是運輸公司 送些廚餘去不同地方 這些幫他們收 第一件事就是 現時來說 我們在建建廚餘處理廠是200噸 而香港那個工商業的廚餘是800噸 或者是以上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私人機構參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看到將來來說 都是需要私人機構 送廚餘來我們廚餘處理廠那裡的 第三點就是 將來收費那裡 我們都會一併在未來廢物徵費一併討論 但可以這樣說 因為現時廚餘的量大 是的 不只是計工商界 主席住宅方面也說是有2500噸 所以是很大空間 是讓私人機構繼續參與 是和政府是相負相成的 不會有這個愚民真理的情況 多謝主席 主席 我會很擔心 就是其實在做一個市場的不公平現象 因為你只得起三間 之後你又會私人再起三間 那你屠逃六間 去服務全香港 那你肯定是服務不完的了 那到其實有部份的酒店 你就可以免費幫他收廚餘 但是有部份的食肆 可能根本就得不到你免費的服務 那他們變相要自己付錢 就是給別人去收 那變成有一部份人你就有服務 有一部份人你就沒有服務 那變成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 你會怎樣去避免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呢 是 主席工商界方面 我們沒有打算免費幫他收 他將來都是送來廠那裡 至於廠那裡收不收錢 將來我們會在財務徵費一併討論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為何新界那些食肆就要付錢 給別人去收 而有一些在港島和九龍的食肆 他們就可以不花錢 政府免費幫他收 這個問題我覺得會有些擔心 政府可否如何在制度上有些避免的方法 有沒有這方面的可能 好像其他國家 在離定那個我們叫機費 即是在廠那裡收費那裡 會一併考慮這些市場正在做的 他們都會聽到大家的意見 我們在制定將來收費那裡會審討考慮的 OK 主席我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再問 就是你會不會今天我們通過了這個方法之後 你承諾我們和回收廚餘的承判商 去做人一個商討 大家想一個方法是令到他們有得生存之餘呢 政府也可以幫忙大規模去做廚餘的回收呢 這個當然是有這樣的需要的 因為我們將來要實行一個新的廚餘回收的方法 在香港我們實在是要和所有的持份者 都有一些這樣的討論 好的